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 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上海方面关注的资讯 你好 永东 好的 盛三 今天是上海车展的第三天 两天的媒体日之后 今天车展开始向公众开放 这两年新能源车销售火爆 不管是造车新势力 还是传统车企 纷纷推出自己的新能源车 那么此次车展上 有哪些新车型 值得大家一看呢 来看报道 上汽通用武林旗下的 武林红光mini EV上市270天 热销27万台 连续7个月 蝉联新能源车销量冠军 成为最热门的网红车之一 本次车展 红光mini敞篷版正式与大家见面 与此同时 上汽通用武林与大江 共同打造了人民的智能驾驶系统 搭载了该系统的旗域车型 也正式发布 这一套系统和生态 将在KW上达到量产 我们将会把它做成一个 智能驾驶的系统和平台 在陆续地把它落地到更多的产品上 这个智能驾驶 其实我们更加面向场景去开发 我们不是用技术来定义它 同样是传统车企 东风汽车集团旗下的高端新能源品牌蓝图 此次带来的车型为蓝图Fray 纯电续航505公里 增程续航900公里 整车研制高 耐看 车内空间大 配置了空气悬挂 可以智能调节底盘高低 坐在车里可以看电影 按摩 还配备了智慧疲劳监控系统 整体来看 传统车企积极破圈 丰富产品线 例如奥迪汽车的新能源板块 开始迈入发力期 除了全新奥迪Q5L以外 一汽大众奥迪在本届车展上 带来的新车都为电动车型 同时造车新势力也在抢占新能源车市场 恒大写9款横池汽车亮相上海车展 双色车身超长轴距 外形设计前卫动感 坐舱内配备环抱式的曲面大屏 内置丰富的在线内容 负责人表示 今年四季度 横池汽车将全面启动施生产 明年开始大规模交付 通过连接腾讯跟百度的 这种双生态的系统 把恒大的自由生态 包括我们的旅游出行 包括我们的健康服务 包括甚至我们的恒大体育 所有的这些生态 我们都连接到了一起 让您的数字科技车家合一的 这种出行的愿景 双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